你这个月有这么多工作啊 我昨天看的时候还是空白的呢 把我昨天接了个电话 我的工作就都排满了 那 那你还能借我放钱吗 能啊 把我工作都是白天的 又不耽误自己放钱 那你是不是就能给我买变眼镜当了 就是个变眼镜 你把你先放在学习让我出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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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公司 行 我赞成 我不赞成 你凭什么不赞成啊 自己开公司多好呀 自己当老板 赚的钱都是自己的 多好 对一个女人来说 开公司太累太操心了 那肯定老得快呀 你这说法我不同意啊 该操心就得操心 再说了 就老何这年纪 也没什么变老的空间了 说什么呢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上班了 对啊 不上班了 你不会给我辞职了吧 我没有 我 我就就是 不 不想上班 不想跟你在一起 你怎么不说 你不想吃饭 不想睡觉 不想喝花茶呀 那男人喝什么花茶呀 多贵呀 哎呀 石头不想去就不去呗 再说了 夜叉那地儿有什么好地儿 对啊 在这儿吹吹暖风 然后点点东西 不想喝个椒汤打气多 你 你要喝点点别的 你这 这个也太热了 我来个盛顿 来 吃一个蛋糕怎么样 好 点头啊好 少把你那顽固子的思想 传播给下一代 男人最重要的事 是工作 努力 上进 你知道吗 你给我上班去 今天 今天这顿我 我请还不行了 是你请的事吗 最近我揍你啊 一 二 你没工作没关系 我养你 自个儿都养过活了 还养我呢 赶紧给我走 上班去 快 小屁孩 我都听到了 在这儿吓唤 老何 为了庆祝你的新生 咱们点杯焦糖马其朵呗 不然 想喝焦糖马其朵啊 那换个地儿呗 咱们换个地儿呗 咖啡 我没有想喝素容咖啡 我想喝焦糖马其朵 等你加烈肉 你打算开什么公司呀 婚庆 你还干婚庆 这夜叉都把你毁成这样了 这行你还呆着下去吗 我这叫从哪儿跌倒 从哪儿爬下来 它夜叉不是到处三摸 我在接私活吗 那我就把接私活这件事情 发扬框大 明目张胆的姐 我再说了 我除了婚庆 别的什么也不会干呀 我昨天上网查了 现在那些公司招聘呀 药都是实习生 也就两千来块钱的工资 我这一个三十二岁 大龄失业女性 谁药啊 有骨气 就喜欢你堆点 那既然要开新公司了 那咱们总得想个 想亮点的名字 叫什么好呢 其实我都想好了 你记得去年夏天 我那美国新娘吗 我记得呀 那些兵戈入场的时候 所有人都说 哇 美丽 当时我就在想 等我将来单干了 我要起公司的名字 就叫美丽 我要让我的新娘 都发出这样的感叹 美丽 美丽 好啊 洋气啊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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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爷大妈的念得出来吗 那就叫 美威亭 美威亭 嗯 行 完美 行 阿和 你带着我呗 我给你打工 反正我现在也没工作了 你就带着我一起呗 妈 我这八字没一片呢 别跟我瞎耽误功夫 人多力量大嘛 再说了我刚辞职 一直搬活也找不着工作 你不说让我别瞎溜达 瞎耽误时间吗 又不能看你依然折腾呀 对吧 我倒是算过了 开公司 我得租房子 装修 然后我还要买一些东西 最主要的还要请一个宣传 怎么着也得花个几十万吧 我想把我那房子买了 这样我就有钱开公司了 你说你和你前夫一起买的那套房子 那房子不是租出去了吗 当时首付是我付的 房租呢除掉之后 剩下贷款也是我还的 我大概地算了一下 应该涨了不少 房子一卖我能有一大笔钱 你疯了吧 你创业创的 砸不光卖铁的地步啊 再说了就一婚亲公司 接的都是野外的活 犯不着花那么多钱弄一办公室 你干过婚情 那些新娘看的都是公司的规模 我拿什么给她看呀 那也不能卖房子呀 不是 那 我现在这样我不卖房子 我卖身 谁买啊 这上面有三十万 是我爸让我独立生活的时候给我的 多了我也没有啊 就这些 就当我入股了 等公司开了 你是董事长 我是副董事长 三十万买个官当值啊 你干嘛 账上就这么点钱显摆是不是啊 再说了 这公司能不能开起来是一回事 开起来能不能盈利 这是另外一回事 有风险也得是我自尔担的呀 我不能拖累你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非常非常谢谢 你就拿着吧 你别闹了 你干嘛我不要我真不要 你收着 干嘛 怎么那么酱啊 你干嘛呀 你 你给我收下来 我不许你买房子 我的房子你这么着急干嘛 来 我给你分析分析啊 你那房子特别好 空间大设计合理 摄像风格 现在特别流行 七十年产权还商住两用 地段也好 而且还是学区房 你说你以后要是走运了 结婚生子 孩子上学问题都解决了 再说 你在上海婚这么多年 你图什么呀 不就图在这儿有个家吗 房子就是家 房子要是卖了 家就没有了 哪有家呀 婚都离了 要房子干嘛 那是两码事 离了婚你可以再接 房子你要卖了 以后一涨价 你想买都买不回来了 婚我也不会再接的 干嘛呀 你中邪啦 她老美 喝了没 我有办法了 喝可乐喝出这么大的阵仗 要不给你来一杯酒吧 我现在得冷静冷静 要不然根本就想不出办法 我采访你一下 你说拍这么大个酒吧 这挺费心的吧 那怎么成功呢 你以为我漂亮呀 我那个朋友他也挺漂亮的 那怎么就没你成功啊 你以为我命好呀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你看你 就是因为我漂亮 所以我才能当模特 赚了第一桶金 就是因为我命好 公司认筹的时候呢 我投了一笔 当了合伙人 我现在呀 刚坐在那儿 不干活都有钱 我有了钱 我干什么不成呀 你说有什么办法 能让这命变好啊 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 谁都不能更改 我还没问你呢 你打听这些干什么 我那个朋友啊 现在正在创业 你说创业他得需要钱吗 他上哪儿涨那么多钱呀 那他有有钱的朋友吗 两个 不对 刘丹跟他家里都不联系了 他哪儿有钱 那我跟我妈关系挺好的 对啊 我妈哪儿有钱 这我妈把钱给我 那不就是我的钱 你觉得什么跟什么呀 意思就是没有钱 而且我跟你说 创业初期特别烧钱 就算你有钱 也别轻易往里跳 我劝过他了 人家现在已经开始创业了 就根本就劝不住 那你就以身相许呗 你说啊 许了之后 你妈的钱就是你的钱 你的钱不就是他的钱了吗 我倒是想的